显向迭起,绝处逢生 2023年的羽坛奇迹在最后的时刻 等来了他真正的主人 从小组赛兵临淘汰 到身踪完命逆转 助攻小戴竞技 从半决赛对阵安息英几乎溃败 到决赛落后却逆袭封厚 在2023赛季女单赛场 留给人们最后的瞬间中 戴慈营用一个又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 凝结成为了这个伟大的年终奇迹 事实上 戴慈营的逆转之旅 从来不是某场办决赛或者决赛 也不是整战比赛的历程 而是整个2023赛季 不如2023年 29岁的戴慈营面临着巨大的考验 早在赛季初的时候 戴慈营就已经有点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他曾经自爆消息 明年巴黎奥运会以后 预计就要高挂球拍 结束传奇生涯了 在年终总决赛来临前 戴慈营仅有亚锦赛 和Super300级别的中国台北公开赛 两个冠军入场 在最重要的两战大赛 施锦赛和亚运会赏军表现平平 分别止步于8强和16强 由于年龄的增长 伤病的影响 戴慈营早已经不负巨星风采 虽然与谭仍然流传着女单F4的传说 但在面对安喜营 陈宇飞 山口县和马林等人时 戴慈营的交手记录已经越发被动落后 纵观全年 戴慈营无论是冠军数量还是比赛胜率 都远远落后于其他几位竞争对手 2023年下半年 戴慈营延续低谷表现 在世锦赛中不敌老对手马林 无缘奖牌 生涯最后一次亚运会之旅 戴慈营更是不敌大哭彩 止步于16强 即便是此后连续参加北极 丹麦和法国三展公开赛 但也只是在法国公开赛上拿了一个亚军 而日本雄本大失赛和中国大失赛 戴慈营更是因为伤病退赛 几乎是放弃了整个赛季 不过 纵使在多的艰难险走 纵使前半段复杂的形势 戴慈营总算是挺到了年终总决赛 然后就是这惊险无比 刺激异常的总决赛之旅 几乎每一战都是戴慈营本赛季的最后演出 但离奇的是 剧本充满了传奇色彩 小组赛险些淘汰 半决赛兵临出局 决赛一大比分落后 戴慈营没有了昔日的统治力 却用她的韧性坚持笑到了最后 安喜营是世界第一 戴慈营已经连续七局不曾击败过对手 马林在2023年曾经三次击败小戴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 戴慈营都是属于实力更弱的那一方 然而谁也没有预料到 鱼潭最疯狂的奇迹在这一轮上演 戴慈营逆风翻盘 在绝境之中坚持不屑 这只死地耳后生一次又一次证明 赛场之上没有什么不可能 这也正是竞技体育的魅力所在 戴慈营的翻盘逆转不仅是一场比赛 一战赛事一个赛季甚至影响到了她的整个生涯 毫不夸张地说 这次的年终总决赛堪称是戴慈营生涯中最华丽的演出 与安喜营在2023年度豪夺十冠相比 戴慈营一年只拿到三个冠军 略显寒酸 但戴慈营的极限逆转 圆满收官更加充满传奇 励志和圆满的意义 而这一战的胜利 也给戴慈营的新赛季开了一个好头 2024年戴慈营的谢幕之旅 也拥有了更多的信心和勇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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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